同学们,欢迎来学习微生物感染与健康。 经过前面的学习,我们已经了解了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强大的军队免疫系统。 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这支军队是怎么样来保护我们的机体免受病原微生物的感染的。 我们的第一道防线叫做固有免疫。 固有免疫是每个个体生下来就具有的防御能力。 它在进化上也是一种比较古老的防御能力。 无论是低等生物还是高等生物都有这样的一套固有免疫系统。 可以说固有免疫是大自然给每一个生命体的馈赠。 构成固有免疫的首先是我们的屏障作用。 皮肤和粘膜屏障是我们最外层的屏障。 皮肤和粘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具有非常致密的结构。 这层结构我们称之为机械屏障作用。 因为细胞和细胞之间的连接非常的紧密,没有空隙可以让病原微生物侵入。 除此之外呢,在我们的皮肤和粘膜都会有很多的分泌物。 比如说,我们的皮肤会分泌汗液、脂肪酸,我们的粘膜会分泌各种各样的粘液,例如鼻涕、眼泪等等。 在这些分泌物中都含有杀菌的物质,所以它可以帮助我们抵御病原微生物的入侵。 不能忘记的是,在我们的粘膜还寄生着一群细菌,我们称之为正常菌群。 这一群细菌,它不仅提供给我们一些我们所需要的营养, 它们也帮助抵御来自于肠道的病原微生物的侵袭。 除了我刚才提到的这些作用之外,皮肤和粘膜当中还含有丰富的淋巴组织。 比如在皮肤当中,含有一种叫做朗汉式细胞的特殊的免疫细胞, 它能够非常灵敏地发现入侵到皮肤组织当中的抗原。 除了我们能看得见的皮肤和粘膜屏障之外, 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还存在着我们看不到的屏障, 我们称之为器官的屏障,比如说胎盘屏障。 胎盘屏障存在于胎盘组织, 它保护胎儿免受来自于母体的病原微生物的感染。 所以,当胎盘一旦形成,即使母体会发生感染, 也很少会累积到胎儿。 还有一个重要的器官屏障,叫做血脑屏障, 它存在于我们的血液和大脑之间。 这层屏障的作用是保护我们大脑的安全。 大家都知道,在脑组织中有很多重要的生命中枢, 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即使血液当中出现了病原微生物的感染, 它们也很少会侵袭到脑组织中。 那么,如果病原微生物突破了屏障作用, 进入到我们的机体怎么办呢? 还有免疫细胞。 固有免疫细胞是我们的免疫系统的先头部队。 这些细胞包括血液当中的中性粒细胞, 氏酸性粒细胞,还有氏碱性粒细胞。 在组织当中,还有巨氏细胞,自然杀伤细胞, 以及肥大细胞等等。 它们各自有各自的本领来对抗病原微生物的感染。 如果病原微生物过于强大, 固有免疫没有办法把它彻底清除的话, 那么我们的机体会启动我们的获得性免疫系统。 获得性免疫是我们身体的主力部队。 什么叫做获得性免疫呢? 获得性免疫是指的个体在生活的过程当中, 通过不断地接受抗原的刺激而建立起来的一种防御能力。 这种防御能力是在比较高等的生物才出现的防御能力。 这种防御能力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具有高度的特异性, 以及高度的记忆性。 同学们可能都打过疫苗, 我们接种卡戒苗就能够预防结核的感染, 这就是一种固有免疫的力量。 获得性免疫包括两种, 一种是由T细胞所借导的, 我们称之为细胞免疫。 还有一种是由B细胞所借导的, 我们称之为体液免疫。 我们先来看看T细胞是怎么样来工作的。 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有很多的T淋巴细胞, 但其实每个细胞跟每个细胞是不一样的。 它们的不同体现在它们所识别的对象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抗原。 当某一个抗原入侵到我们机体的时候, 它只能够被跟它想相对应的这个淋巴细胞所识别。 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抗原的识别过程。 当这个淋巴细胞识别了它所特定的抗原后, 就会进入到第二个阶段, 叫做克隆的增值。 为什么要增值呢? 因为在静息状态下, 能够识别这个特定的抗原的淋巴细胞, 数目实在是太少了。 它不足以应对这个病原微生物的侵袭。 所以,这个淋巴细胞就会发生大量的克隆的增值, 在短期内产生一支强大的克隆部队。 这些新产生的淋巴细胞都和它们的母细胞一样, 能够应对同一个抗原。 接着,这支克隆部队就会进入到米的效应阶段, 也就是它们要发挥它们的作用来清除病原微生物。 T细胞如何清除病原微生物呢? T细胞是一种具有强大的杀伤能力的淋巴细胞。 它能够造成靶细胞的直接的破坏, 因为它能够分泌一种叫做窗孔素的物质来直接破坏靶细胞的细胞膜。 它还能够诱导靶细胞的程序性死亡。 程序性死亡可以看作是细胞的自杀的行为。 所以,通过这样两种方式, T细胞细胞能够有效地杀伤被病毒感染的细胞以及肿瘤细胞。 T细胞活化以后,会分化出被称之为杀伤性T细胞细胞的这样的细胞亚群。 这群细胞是细胞弥移应答最主要的作用机制。 杀伤性T淋巴细胞在我们机体当中, 抗病毒以及抗细菌感染, 尤其是胞内菌的感染发挥重要的作用。 它也是我们机体抗肿瘤的一支重要力量。 好,除了T细胞所借导的细胞敏应答之外, 获得性免疫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分值, 就是由B细胞所借导的体验敏应答。 B细胞活化后,会产生一种叫做抗体的效应分子。 抗体能够和病原微生物发生直接的结合。 这种结合会产生很多的后果。 首先,它能够起到中和作用。 我们免疫学里面所说的中和作用, 是指的抗体能够通过跟病原微生物表面的分子结合, 从而阻止病原微生物再去和我们的组织细胞结合。 抗体的另外一个作用呢, 是能够阻止毒素的分子。 有一些细菌, 它的致病机制是因为它能够产生一种叫做外毒素的蛋白。 抗体和外毒素结合以后, 也能够阻止这种外毒素对机体的侵害作用。 除了直接的结合外, 抗体还能够产生其他的效应, 比如它能够激活补体。 补体被活化以后, 也能够破坏细胞的细胞膜, 从而破坏靶细胞。 还有NK细胞, 巨石细胞等等。 所以抗体是一个具有多种效能的效应分子。 当免疫应答结束后, 病原微生物被清除, 绝大多数的效应细胞要死亡。 因为克隆增值产生的淋巴细胞数目实在是太多了, 一次又一次的免疫答, 使我们的身体无法容纳这么多的细胞, 所以绝大多数的效应细胞会死亡。 只有极少数的淋巴细胞留下来, 变成我们称之为记忆性淋巴细胞的细胞亚群。 这一群细胞就像活种一样, 那么当病原体再次入侵的时候, 这一群记忆淋巴细胞能够迅速的活化, 并再一次扩增形成一个克隆的军队来清除病原体。 好,同学们, 这就是我们机体的免疫系统, 如何来帮助我们抵抗病原微生物感染的方式。 今天的课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